大家快看 这对上有一封信 最近童话王国 发生了很多奇怪的现象 你们身边有个假冒的人 找出假冒的人 解决童话世界的危机 否则 恶运会一直存在 这一定是新拿的恶作剧 对 他肯定是想捉弄我们 万一这是真的呢 真的会有假冒的人吗 我不相信 巧合 巧合 怎么回事 我的罪业没加薪了 你是故意忘卸作业了 所以没戴吧 不是的 怎么回事 我的罪业被人撕了 我戴的午饭被人偷吃了 难道真的有假冒的人 一定是你们中间 出现了假冒的人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吗 你才是假冒的人 对对对 大把 你刚刚的摔倒是假的吧 就是为了让我们不怀疑你 我没有 假冒的人是小雪女吧 以前你都不戴午饭 为什么今天戴了 因为妈妈今天闯门逛街了 所以我带了午饭 小妹的作业丢了 也是假的吧 是你自己忘带了 不是的 是真的丢了 大家的作业做完了吗 老师 我的作业丢了 老师 我的作业被别人撕了 没写完也没关系 昨天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了 今天奖励大家 先课外活动 哦 真的吗 这就完了 我今天正好带了新玩具 看来 之前的事情都是巧合 如果有恶运的话 怎么还能出来玩呢 那作业 怎么会无缘无故被死 还有我的午饭 哎呀不想了 出去玩咯 大把你说什么 你们等等我 你们慢点 等等我 救不救不 我的新玩具 这里怎么有谁看 我的鞋子 我的裙子 我再地上来了 大家这是怎么了 难道 真的是有冒充的人 我也没有接触 熊妹 只有你什么事都没有 冒充的人就是你吧 就是你吧 真的不是我 这不像雨了 我们快去教室找雨 大家玩得开心吗 大家怎么都不说话 我想起来了 眼镜老师昨天说过 自己感冒了 今天大家都想自习 对 我也想起来了 好像是这样 是我们能出去玩 太兴奋了 你们没有发现 今天的眼镜老师 怪怪的吗 你到底是谁 看来 你们已经找出了冒充的人 眼镜老师生病了 也是因为他 熊妹 都是什么东西啊 他是厄运史兰姆 靠吸取别人的运气生存 现在被找出来 他就要消失了 我还会再回来的 MING GIN M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